你最主要懂两个东西 我说房地产 最主要你要懂两个东西 一个叫freehold 一个叫listhold 什么叫freehold 我说freehold free是免费的 hold是东 是免费的东 我就这样子答他 真的我就这样子答他 因为我是不是懂英文的人 然后过后我在这个行业里面 几年里面 我看到一个 我看到一个可以赚很多钱的 一个行业 就是尤其是 我们是不是学问很高的人 也不是也有一些年纪的人 或者年轻人 我觉得这个行业是可以赚到 一些比一般上 更有学问的打工的人更多的收入 我并不是拍摄说 有学问的人不好 我是觉得今天我们做一个行业 我们要懂我们今天要学什么 就好像刚才我说 我离香变子来讲播 我要学什么东西 我要赚钱不了 要赚多少钱 要懂 因为有些人就是 要赚钱 但是不懂要赚多少钱 但是我们是一个目标 就是我要赚多少钱 很清楚了 所以才开始在行业 进入这个行业 那么那一个时候 你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你信中的底数 是要赚多少钱的 哦那个我信中底数是一百万 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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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底数一百万 那你从卖鱼的那一个领域领一千块的薪水 怎样扩 有千多啦千多有 千多啦 那个心灵上的跨越要把这个行业的转换是第一个啦 第二就是那个收入的转换 我相信那个六个月的心灵上的那个准备要很强大 嗯 其实也没有什么 我考虑的因素其实是家里啦 嗯 因为毕竟做习惯了 就是也需要我的帮忙 嗯 然后过后就就考虑这个因素啦 因为我是很冲的人 嗯 很敢冲的 所以我上来的时候 我就说我一定要做到咯 嗯 所以我给自己一个三个月时间咯 我也在这里借这个平台 和我的旧公司讲些感恩啦 因为 因为有旧公司 才认识到这个行业啦 嗯 也感谢我的太太咯 因为她是叫我上来做这个行业的 她也不懂什么叫Protty了 OK我就上来了 嗯 所以在这里呢 如果你问我 三个月里面做些什么 就来到这边的时候 第一个月我学习咯 我什么不懂就学习咯 第二个月我找货咯 之前没有这么好运咯 没有没有project咯 是subseal的 二手房的咯 是要自己找货卖咯 所以第三个月就叫成交咯 所以我在那边我记得 我在三个月我是升级了啦 所以在六个月升级领袖 嗯 所以在一年我赚超过一百万了的 嗯 所以啊 所以一断断一年才会一百万的 多X M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